墨上面一樣上寬下窄 在閻清理碑裡面上寬下窄這種形狀非常的多 可是如果在閻加妙就感覺少了點 所以不同字體雖然碑兩個差的距離時間不多 可是其實寫法還是窘然不同 不要把眼睛機寫的每個字體都一樣,那很怪 眼睛機蠻厲害的地方是 每個字體其實風格是接近 但是其實都不太一致 其實年紀差不多的時候寫的作品也都有些差異 所以不能用同一種方式寫所有他所有的碑啊 尤其在結構體部分是差異比較大 筆法可能沒那麼多 差異沒那麼多 可是結構體確實有點不一樣 靠近一點 下面是要寫扁一點 讓那個 中間的縫隙不要太多 中間的縫隙太多就會覺得鬆掉了 中間的縫隙就是所謂的中弓 中間這個位置上 因為做支撐的時候這點要有點長度 有點長度 不要寫太 太小 燃 燃他在寫的時候把這個寫成很大的水 其實這可以 現在字來講可以跟那個9寫在一起 不過他是這樣寫 我們要照他的方式 盡量忠於原著 原著上顏真卿寫過的字 我們就照他的方法寫 如果他沒有寫過的字 我們才是合理的推測他可能怎麼寫 一般是這樣來自運的 好 燃 濕 左邊可以伸長,右邊不要 口的部分 上寬下窄 濕 他上面 中間突然有點弧度 重量感十足 同樣是注意間隔 也要注意他的長短 底人會稍微偏上面一點 佔比要更多 其實如果要 保險的話遇到筆劃多的就寫瘦一點 這是最保險 當然不能每次都這樣 這樣 套久的公式 佔兩個幅 佔兩個幅 這裡應該是點 不過他習慣還是寫 納 下面背要有一定的寬度 才能把上面的字撐起來 注意間隔 注意間隔 這間隔要均勻 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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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剛剛比畫不多 所以這時候拉長一點 上下間距拉長一點 上下間距拉長一點 這字才不會覺得太短 然後再幾個點 原則長還是左右兩點會比較大一點 陽 陽跟高配在一起 不好玩 因為這上面的 部分長得一樣 所以 還是一樣的情況下 還是要想辦法寫的 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相同的字 抽在一起 結果體又很像 這時候就要稍微改變 陽 鏡 鏡上面 這個他習慣不要寫成約 就不要扁 後陽先寫成日 他寫成約 這個地方是可以略為伸展 然後下面的口要寫扁 他以前習慣這裡有一橫 不過 顏真青沒有 沒有寫一橫 所以就不用多寫那一橫 上短 下 長 然後 這個短的 這個筆畫可以長的 然後配上一個 樹彎一點點 再過 來 走 咪咪咪咪咪 靠近一點 中間間隙不要多啊 中間間隙多字就會鬆掉 劉3分之二給這個追寫 做有出有細 硬度去盒化…通偏矽 塑化可以加重 仙乘 往外鼓起來 短的 矽的 他習慣用鈍 拉長 拉長 下面的背 注意見據 他說喜歡寫尖尖的 裡面寫尖尖大概只有炎鎮青會這樣寫 其他歐陽尋呢 儲稅糧應該都不會 刻短的寫 刻中間 記得收緊 因為這張寫夜 yn青里就收得比較緊 寫尖尖放得比較鬆 所以,醜 City確實比較好看 刻 年 静 先 心要略開一點 但是這裡是最開 再來是它 就是足筆跟次足筆 念 做重按 送到點有點弧度 一樣重按 抬高 加一點弧度 略往上抬 略往下壓 不要太長,等下還有一個撇在下面 剛才講完這個,還有這個撇 竹花可以追蹤,短數 好,修 得 看畫戲 向中間集中 點 後勾張開 得 劍 有點弧度 下面是短的 短的 略長 出字旁 鍵 短的 抬上去 長的 加一點粗細 送到底 明 口 上寬 折下來 下摘 橫畫 封好 粒 粒比較多 點可以拉長 飽滿一點 這樣差一點份量 點可以稍微拉長 撇 也可以稍微拉直一點 不然這個字會顯得太別 力 行 行 上個是短和 左邊伸長 右邊不能伸 撇直一點 稍微彎曲 直的 撇短的 略長 最後這筆 最長 斷 斷 力當偏旁 要樹直一點 所以這些點啊 拉直一點 拉直一點 這樣才能把 偏旁的字 配合得好 然後這邊就是本字 短的 長的 歪下來 有彈性 然後 竖畫一個短的 一個長的 表 橫畫 略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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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樹畫略粗 上面不要伸太長 沿真青的 樹畫上面都不會寫太長 所以他會覺得比較方 正 正 正 沒有要寫正 正還是有點弧度 可能 粗細 大小 特地做一下 扭轉一下 不然喔 如果真的把它寫成正 就覺得他難看 還是要有點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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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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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